高端公司在昨天公布了疫苗采购价 平均一剂是840元 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王必胜强调没有买贵 不过防疫专家王任贤却表示了 mRNA疫苗技术难度高贵的有道理 高端属于次蛋白疫苗 两者相比根本是苹果比橘子 对此王必胜在回应说 国家发展疫苗不容易 不是随便一句话就能喊贵的 不过因为时间点敏感 外界也质疑上星期 卫福部跟指挥中心的官员 叶奔陈时中进总 是要先替陈时中的辩论来猜题 对此王必胜认为这样讲 太小看陈时中了 王必胜亲自挂保证 高端疫苗解密 平均一剂840元 价钱没买贵 但听在国民党而立 可不这样认为 喊话其他厂牌价也要揭露 价格还是偏高 不是只有公布高端 其他的要一定公布 BNT AZ 莫德纳都没有同意 就公开他的商业合约 那昨天公布的那是高端 他自己公布的 合约在前只能保密再保密 但防疫学会理事长王任贤也直言 MRNA疫苗是全新技术 贵得有道理 高端是次蛋白疫苗 用传统制成 两者技术无法比 这是苹果比橘子 更提审计部资料 高端每季成本约100多元 高于200元都算贵 那并不是说新发展的技术 它就是特别应该要贵一点 不是MRNA就应该要比较便宜 在这研发的过程 都有相当的成本 那不是说我们随便一句话说 什么几百元都贵 但高端解密时间点敏感 上周卫服部官员叶奔陈时中 也被议测是为陈时中 准备辩论来猜题 提前模拟考 到底是当陈时中的选举幕僚吗 突破了民意党不断的创造的下限 他们拜访完之后 高端就突然间公布价格了 这个我比较觉得好奇 快到三年以来 什么事都没有做的人 那在那里批评 他当然不了解 他做事的人的酸甜苦 模拟考这些 那也太小看 这个我们陈时中候选人 方筛并论题 清理疫苗争议正常 面对来自政坛的种种质疑 指挥中心对前长官陈时中 依旧有满满信心 在学传周总理 日新门杨威达台北报道